CINDY 走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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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月我們要來講解的MV就是 看到我的髮夾應該覺得 有點眉目了吧 就是ESPA的 準確來說應該是整個ESPA的宇宙 因為在ESPA出道之前 SM他們在大會上面就有宣布說 今年會以ESPA為開端 去連接他們旗下的很多團體 變成一個龐大的SM culture universe 也就是SM宇宙 哇!根本就是 好!那先別管這個龐大的宇宙 它到底裡面有多深 我只要光是NCT就可以講三天三夜了好嗎? 我們今天會集中在ESPA他們的世界觀 把其他的團體當作一個彩蛋 或是一個支線稍微補充 主要就是集中在ESPA的 Black Mamba SMCU的第一集 還有這次的新MV Next Level 這三支影片來做解釋 我們就話不多說 馬上開始吧! 在影片的一開始我們可以看到 有一個神秘的女人 站在一個充滿了各種 資訊和數據的空間 這個女人其實就是鼎鼎大名的 Navis Navis這個詞 不久之前才註冊了商標 但是其實她在去年 My Karina這支影片裡面 就已經有出現過了 出現在愛Karina的口語裡面 她曾說如果不是Navis的幫忙 她就沒有辦法跟現實世界中的Karina相見 所以呢她有點類似於在管理 虛擬世界中的愛的一個存在 同時她所在的這個充滿數據的空間 有個專有名詞叫做Flat Flat這個詞呢其實在Black Mamba的MV裡面 零零有唱 同時在Karina的Sync影片裡面 當愛Karina從鏡子裡面走出來的時候 Karina就問她說 因此我們可以推斷 愛所居住的空間 就叫做Flat 接下來在Flat跟Reality的中間 出現了一個紫色的黑洞 官方的中文翻譯是翻作天坑 這個天坑呢其實可以看作是 兩個世界溝通的一個橋樑 介於Reality還有Flat之間 那也是因為這個天坑的出現 從此透過人類所上傳的 跟自我有關的數據信息 而形成的愛 就開始出現在世界各地 ASPA呢他們恰好是可以跟自己的愛 有比較好連結的人 所以他們也因此變成 同時在網路世界跟現實世界中的明星 那影片的一開始 發現這個現象的教授 他就在課堂上面講解愛的基本概念 我們這邊可以順便來介紹一下 他們世界觀的名詞 首先愛它就是由人類 他們上傳跟自己有關的 所有數據信息 而形成的一個 跟自己很像的人格 有點像是 這邊呢其實可以跟Winter的Sync影片相互呼應 他把自己的各種模樣都上傳到網路上面 不管是拿著槍掃射啊 還是拿著日本武士刀一畫的樣子 愛Winter就在這樣子的環境下誕生了 在Black Mamba的MV裡面 玲玲也有唱說 所以愛就是由自己所上傳的 關於自己的數據 所形成的另一個自己 接下來從MyKarina的影片裡面 也可以看出更多 跟愛有關的訊息 人類跟愛相互連接的狀態呢 就叫做Sync 透過Sync的狀態 我跟愛就可以享有一個共感 也就是我們在想法情緒感情上面 都可以互相感知 他會知道我在想什麼 我也會知道他在想什麼 所以我們之間就會變成一個非常緊密的連結 這個Sync的狀態呢 會從一開始單純只有訊息 慢慢的轉變成有聲音 最後就會產生形體 那到了最高的狀態 就會變成了一個Record的狀態 原本應該要在虛擬世界中的愛呢 就可以走入現實世界中 跟我們去做真實的交流 真的...真的...真的... 我都不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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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Harina之外 其實ASPA的其他成員 也都有到達Record的境界 像是Giselle 她在課堂上面創作Sync影片裡面的rap 她在想她的rap 到底要用哪一個詞 比較適合 突然有人把適合的詞圈了起來 那個人就是她的愛 他們可以在現實世界中互動 這邊可以稍微記一下 她們最後選的這個詞叫做Velor 同時也是最後她在Sync影片裡面唱的rap的詞 那寧寧她的蝴蝶畫作 就跟她的Sync影片也是相互呼應的 在Sync影片裡面她只是用手繪的 還有在牆上用噴漆繪畫 但是到了正片裡面 她就跟她的愛寧寧一起 在虛實之間創作她們的繪畫作品 甚至還加入了一個 類似於Flash Mob的組織 叫做Add 做一個有點類似惡作劇啊 搗蛋的那種快閃直播 那Winter的部分呢 是跟她的愛Winter 一起玩VR虛擬實境的遊戲 那這邊也是呼應到她的Sync影片 至於Karina呢 她在正片裡面是到水中 去跟自己的愛Karina進行連接的 在Sync影片裡面 可以看到她在練武室裡面 透過鏡子跟愛Karina的動作都是同步的 那她這整個練習室的背景呢 就有那種類似在水中波浪的光影 這邊呢有傳達了一個非常關鍵的訊息 就是現實中的人類跟自己的愛 要相互Sync的時候 通常都是透過一個可以看到自己的 Reflection 倒映的地方 比如說鏡子或是水 Giselle在她的Rap裡面也有唱到 倒映的概念也出現在 S-Pod的Logo裡面 他們Logo上面寫的A跟E 從中間分成一半 有這種鏡子互相倒映的那種感覺 那接下來繼續回到課堂上 就有一個同學提出 愛雖然是我們 但是又不是真正的我們 因為我們在SNS上面上傳的數據 通常都是美化過的 比現實中的我們還要再更美好一點 那這是不是代表愛可能會比我們 本身還要更加優秀呢? 教授他給出的回答是說 這也是一個觀點 但不可否認的是 愛還是我們的一部分 畢竟它是由我們所創造的 然後也是我們的 欲望造就了他們 這邊教授突然跳針的同時 Espia也跟他們的愛失去了聯繫 產生了think out這樣子的現象 所謂的think out就是斷開連結 Giselle問出了 如果我們被駭客入侵了要怎麼辦? 那這時候教授他的表情 突然失去了笑容 變成一個很嚴肅的表情 這邊我們可以先回推到一開始教授上課之前 他的手機的狀態 可以看到他的畫面 出現了黑色的蛇盤踞而成的愛的LOGO 這個其實就是Black Mamba的LOGO Black Mamba其實可以看作是一個 網路世界的病毒概念 他入侵了flat還有reality中 試圖是想要掌控什麼 推翻什麼 或是做出一些不好的改變 但是他的目的還有他為何而形成 我們現在還不知道 那我們可以看到教授他應該在這個跳針的瞬間 被黑Mamba入侵了 再講完欲望的這個詞之後 眼前的這個教授不是原本的教授 而是黑Mamba本人 這也是為什麼他聽到Jazzel說被害的時候 會臉色大變的原因 Black Mamba的MV裡面有唱說 這邊的這個敘述其實就有連接 Jazzel他在練RAP的畫面 突然被一個雜音干擾 同時播放器的波紋就變成了蛇的形狀 而凌凌他所創作的這個蝴蝶 也同時變成了黑Mamba的LOGO Karina他則是發現艾Karina不見之後 趕快回到水面上 但是同時他的手機也出現了 跟教授一樣的狀態 被黑Mamba入侵了 旁邊的螢幕上面也出現了另外一個 艾Karina 這個地方我們透過Karina的眼睛 就可以看到他被 超魔章魚豬扮演的那個黑Mamba的 真實人類型態 控制著 幫他戴上了蛇紋做成的項鍊 在暗示Karina可能是下一個黑化的存在 我們最後可以看到 教授是真的被黑Mamba入侵了 因為真實世界中的教授 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課 其實已經被黑Mamba取代 然後被他上完了 最後畫面是停留在 Where did I come from? 這邊應該是用作於 黑Mamba在問大家說 Where did I come from? 其實這個答案 他自己一開始就講了 因為我去教授我的天才 所以我去看 在煙漢的歌裡也有唱到 I'm in the sun No,I'm in the sun What are you tomorrow? 也就是說 Black Mamba 是用...